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二十日 在瑞士洛桑召開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討論國際全集協會的改革狀況之際 為在巴黎近郊聖誕尼的二零二四 夏季奧運組委會總部 卻遭到了法國金融檢察官辦公室 P&F的突襲搜查 金融檢察官辦公室表示 是政府工作人員初步調查 巴黎奧運組委會於二零一七 年簽訂的合約後 決定展開這次針對涉嫌挪用公款 以及循私舞弊案的調查行動 至於另一項則是法國反腐敗機構 進行審計後 於二零二二年開始 金融檢察官辦公室 直指這起案件針對組委會 與奧運工程旅行公司幾份合約 疑似涉及利益衝突 這是延續的 沒有評論在這段階段 但是再次 事實上這已不是奧運史上首次 由主辦方涉及弊案而接受調查 就在今年年初日本二零二零 東京奧運主辦方爆出了 微飆醜聞 使得包含跨國廣告拒播 電通集團在內的六家公司 以及其他親民人士遭到起訴 如今這波貪腐爭議 再次燒香法國巴黎 與奧運組織有關的幾家公司 以及顧問總部通通被搜查 也讓這個運動競技的最高殿堂 再次蒙成 華語新聞社會宣傳總統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